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这节节目延续了 作客爆位顿赢3-0那场球赢的补充资料 这节目特别会讲我们 非常光芒四射的一位新星 Mason Greenwood,连活特 他的好表现很明显会令苏西克查理选择正选时增添很多烦恼 讲一讲这场球赢得如何 也讲了一些 之后赛后的东西 记录方面 在英超的记录里面 18岁或以下的球员 入得最多球赢的是2003-2004年 朗莉代表着外华顿 那季他入了9球赢 加连活特已经追得很近 因为今季他也是 1个球季18岁以下 或以下 他已经入了6球 他还有几场球赢的 有没有机会 过到他这个师兄昂尼的记录呢 这个真的要看看 另外大家在画面都会看到 他入球赢后做了一个 标志 他的右手两手指向下 举起了两手指向下 然后左手有一只手指 打横放在中间 因为我今早在柏特巴角 也有说 他入球赢了大小龙门 对手中坚 我就说 不是那么困难 告诉人要射过大小龙门 原来 然后来说 发觉原来不是这样的意思 大巴尼误会了 Greenwood 原来Greenwood 是一个 答应了一定会做的事 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 年轻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那个不是射穿人家大小龙门 原来那个是A字来的 A for A for Angel Gomez 原来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好队友高美斯 由于 真的缘约了之后 其实高美斯不肯续约了 所以就离开了 原来 Mason Greenwood 跟他们 答应了一些要继续 即管 讲解一下 究竟发生什么事 Daily Star就报道 Greenwood 入球之后 做了一个A字的手势 有些球迷就发觉 是不是 跟Angel Gomez有关 原来我们有些部分 球迷估的东西 是对的 为什么呢 原来有些社交媒体看到这些端例 他 做完这个A字手势之后 他的YOU队的队友 James Gardner和Tenton Mangy 都是有留言 用一个深深的emoji 之后就有一个 不开心的面 的emoji 大家都开始猜到了 可能觉得 他的好朋友 Angelo Gomez 离开了 就是离开曼联 所以不开心 因为另外的两个队友 都跟Angelo Gomez 在YOU队上做队友 然后 原来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连Angelo Gomez 也有留言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分享了 分享了 大家记得 曼联 新闻一分钟 以及 幻联球迷拍拖吧 都记得要分享 CLS Angelo Gomez 也做了分享 分享了Mason Greenwood的照片 打了一些字 No words I love you bro Special Special player Thanks for the dedicated goal 他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东西都说了 我很喜欢你 我爱你 Mason Greenwood 花打 很特别的球员 多谢你 把这个入球 特意 帮我 欠给我 Greenwood又再回 我肯定误解了 他真的跟Angelo Gomez 他回就说 A promise is a promise 我答应了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 这样 所以大家都看到 Mason Greenwood除了好球 亦都跟一些队友好的感情 现在在U队 例如Tangi和James Gardner 都未上来 Angelo Gomez 但我亦都相信 他慢慢一队 会建立 越来越多的朋友 希望他继续在这儿 发光发亮 最后也要说一下 虽然 他为Soushacha 增添了一些烦恼 Soushacha 其实 赞他赞得很厉害 在赛后的访问 Soushacha说什么呢 他就说 今天球员 接受Sky Sports 这些球员就相当有信心 以及显示出他的质量 Greenwood 实在踢得非常好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年轻球员 只要他面向前面 那天 就非常危险 因为他除了射球 入球之外 他亦都可以hold到球 以及联系到 不同的球员 他亦都可以切入 亦可以落底线 他真的非常好 左脚右脚都这么厉害 他已经慢慢发展成为 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亦都说到关于入球方面 Soushacha就很喜欢最后的入球 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手围攻的踢法 因为我们是 一个好的防守 一个对方的死球 然后 麦加亚就给了玛迪 玛迪一个很漂亮的传送 找到 玛迪 我今早也说了 玛迪有三个选择 因为福仔马仔在中间 位置不是那么漂亮的 Buno去了一个后处无人地带 结果 接应一个窩里射入 他也说 他也补回他 其实三球球我也很喜欢 我不管那么多了 总之我们现在有一队好的球队 不过他最后说了一件事 我有点点担心 他就说 我们不用管其他球队 怎么看华连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 有很大机会得到欧联的资格 我想他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管其他球队的成绩 总之我们就做了 我们的东西 进了我们要进的球队 我想他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害怕了 因为如果他说 我们不用管对方怎样踢 我们都不要紧 我们都可以 赢得到他们 这个就未必是一个 正路 或者很正确的想法 但是看他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文字 没有听到他说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 或者英文也不够好 无论如何都好 也是一场非常 精彩的赢球 所以我就觉得 恭喜曼联 赢了这个比赛 我觉得 顺着我细续下去 慢慢一场一场 赢了赢了 赢了欧联回来 OK 今天的节目 是这么多 多谢收看 拜拜 拜拜 散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